每天晚上都會碰到雷群的那個 就是我在2015年那一年之間 坐專輯的時候還蠻辛苦的 在那個 我的工作室就在你們附近 就是吧 在古廷 對 廈門街 都在廈門邊啊 對吧 你們這邊學到過去不是愛國 欸 愛國東 愛國西 愛國西路 對 愛國西路 愛國西路走到那個重慶 重慶南路 過去不是說一座橋嗎 重慶南路到 過橋 中正橋過了就到重慶南路 那邊不要過 直接碰到重慶西路的時候 左轉 重慶西路那邊 左轉一小段就 就下門街 我工作室就在那邊 對 然後廈門街那邊 其實 我在那邊 那時候我的工作室是 好可以跟大家講 那一年我很辛苦 那時候工作室在開的時候 我自己畫設計圖 然後 那個磚牆啊 找師父來施工 然後自己建立 然後木工我自己做 不是我自己做啊 還有我女朋友啊 魏伊德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一起做 對 對 然後木工是我們兩個 自己動手做的 這個就去 就在那個地方 讓自己施工 還蠻辛苦的一點 然後那一年做完 那一間工作室 把它蓋完以後 因為我那時候 合約 我那時候小誠心電台的時候 我簽了兩張專輯的合約 然後因為小誠心只發了一張 就結散了 所以後來下一張 就變成我必須拿自己的作品出來 陪 就是有點像是做 簽一張專輯嘛 簽工資一張專輯 我必須要送出來給他們 對 所以後來我這些歌 就是本來是寫好玩的 像什麼 我剛剛那什麼 六點飛機 結果我跟我朋友吐槽的歌 都拿出來發寫 吐槽學弟的歌 都拿出來發寫 對不對 那些歌就是 因為反而就是寫好玩的 結果 因為 因為切可樂的關係 我不得不把它發送出來 所以那一年其實還蠻苦的 除了該工作室之外 我為了改那張專輯的製作 要編曲 要哄音 我每天忙到晚上11點多 就在相機工作室 每天忙到11點多 然後我忙到11點多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挺夠科系的 然後這邊 有唸底功嗎 有嗎 都不是吧 都不是 因為唸底功 我以前是物理系 我就是這樣 你知道我們有名工科系 會有一些實驗課 對你的實驗課很痛苦 實驗課超痛苦 就是 我們會下午大概2點進去 有時候做不出來 7 8點出來 對 7 8點出來 出來看到天上是黑的 看到星星這樣子 然後那個心情很奇怪 對 就是你一天早晨起來 早上才上了 可能10點上到12點的課 然後中午吃個飯 就去做實驗 進實驗室 出來晚天黑的 看到天上是星星 就是那種感覺 對 我那時候做專輯 每天11點出工作室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很像 好像每天都在實驗課 對 大概那種感覺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 到那個11點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很像紓壓 因為真的 那個壓力就是 你覺得痛苦嗎 你每天改變趨 而且我是有dayline 我那時候dayline就是 12月31號 2015年的12月31號 是我必須發這張專輯的 最後一個期限 如果發不出來要上法定 真的啊 合約是百整類自行 而且你不知道發不出來 你還要上法定 很可怕 這一支有壓力 那一年我撐過來 你知道嗎 沒有人參加那個 巡唱隊嗎 沒有 了解 巡唱隊那個總召 以前是我小成星的粉絲 大粉絲 他跟我熟 對 他叫宇峻 他是長庚之前的副社長 對不對 他那時候就是 我撐過來那一年 他說啊 啊麥恭喜你 我就看好你 就是 真的好不容易撐過來 因為我那時候 蓋工作室 再加上那一張專輯 硬把那些編曲什麼東西 做完 在12月31號上架 我真的在最後一天上架 對 所以你們看到 你可以查到 小成星天堂啊麥這張專輯 他的發行日期 就是2015 12月31號 是這樣 所以那一年真的很辛苦 那一年就每天晚上都在 每天都是在做實驗 那一年可以的感覺 對 那我那時候 欸 我半天 十一也出來抒壓的時候 就會去那個士大尼寺 前面有一個小公園 大家知道那個地方嗎 士大小公園 那個小公園現在變醜了 那以前比較漂亮 大家有影響嗎 你們有影響這件事嗎 以前曾經帶過那個小公園 那前面之前有一個三角形的地方 那邊是有黃黃的燈光 有路燈 然後很多人在那邊耍廢 然後這雞排還在那邊 整台那邊 吃東西耍廢兩天 或者他們喝啤酒那天 對啊 那個地方後來被殼皮拆掉 90被殼皮拆掉 然後我很懷念那個小公園 那個小公園現在被拆掉一年多 還不到兩天 大概被拆掉一年多 一年半左右 還好我寫下這首歌 你知道那張專輯的被殿 我可以拿給大家看嗎 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專輯的被殿這張照片 這個就是當時的士大小公園 就是有一個階梯 然後有黃黃的燈光 很多人會坐在那邊聊天 很輕鬆很廢離的場所 對 那邊很開心啊 好像很開心 那個是我每天11點離開工作室以後 最舒暢的一個地方 每天最開心的就是那時候 所以後來我會 因為我在那邊有群朋友 有一些是我家設學弟 然後有一些是在那邊一些 就是可能在小酒館裡面上班 那些八天 然後有一些我親們 對 跟他們都是好朋友 那這些人 我後來都說你們都晚上不睡覺 那11點後他們才開始 他們常常會待到半夜兩三點 就是也沒在幹嘛 就在那邊閒聊啊 打屁啊 有時候聊聊正志啊 什麼都一樣 很好笑 好 所以 為什麼我會把 這首歌叫 《夜晚不睡覺的人》 我就把這件事 把它寫了一首歌 就是《夜晚不睡覺的人》 然後他放在我的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最後一首 然後風景照片 就是那個照片 這個照片的小公園 現在已經沒了 還好我把它保留一下 覺得很開心 好 我要來唱一下這首 《夜晚不睡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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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夢 都有人住在裡頭 誰知道 明天的輪廓 你說你一直在追尋 那理想中的過度 還有那最重要的自由 但卻忘記了 昨天的晚餐 忘記了回家 也忘記了 愛情是什麼 地震風 凌亂地吹過 握在手中的 誰都搞不懂 每一個夢 都有人住在裡頭 誰知道 明天的輪廓 你說你一直在追尋 那理想中的過度 還有那最重要的自由 但卻忘記了 昨天的晚餐 忘記了回家 也忘記了 愛情是什麼 那為什麼我忘記了回家 忘記了做日晚餐 忘記了愛情是什麼 因為我知道那些學弟們 就是教不到底朋友 才半天在那邊鬼鬼 你說你一直在追尋 那理想中的過度 還有那最重要的自由 但卻忘記了 忘記了昨天的晚餐 忘記了回家 也忘記了 愛情是什麼 忘記了昨天的晚餐 忘記了回家 也忘記了 愛情是什麼 後悔 夜晚 不睡覺給你們 謝謝 歌裡邊兒各種故事啊 谢谢大家